第2091章 浴血而战 在陆明身体弹出去的瞬间 一道可怕的剑光 从高空之中 展向陆明刚才盘坐之地 在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那座矮风 也被斩为两半 五帝 陆明眼睛眯起 刚才出手之人 绝对是一尊五帝 不过 应该只有一心五帝的修为 秋 秋 这时 陆明的上方 还有下方 分别有剑光暴闪 两道剑光音上一下 以惊人的速度 杀向陆明 空 陆明体内胜利疯狂地运转起来 身形急速后退 避过两道剑光 五帝 都是五帝 后面出现了几人 也都是五帝境界的强者 反应倒是挺快 冷漠的声音响起 天空之中 出现了几个黑袍人 隐隐将陆明围住 你们是什么人 陆明冷声问道 此神让你今日死 绝不会留你到你明日 其中一个黑袍人 冷漠开口 是死神国度 快走 这片地狱周围 也有人修炼 听到这句话 吓得惊恐的大吼起来 亡命的飞奔 此神国度 陆明皱眉 他刚来神命之地不久 根本没有听说过 不要废话 速战速决 一位黑袍人冷漠开口 刷 几个黑袍人动了 速度惊人 击到剑光 以恐怖的速度 杀向陆明 此的是你们 陆明不再隐藏实力 全力爆发 杀向一个黑袍人 轰 他一掌拍出 手掌灰蒙蒙 如一座太古神山压下 直接将那个黑派人的剑光崩碎 可怕的掌力轰击在那个黑袍人身上 直接将黑袍人打得四分五裂 一位一星武帝 直接被陆明鸟杀 这一幕 让其他几个黑袍人 震惊得无意附加 不对 他的战力不对 和我们得到的消息 不一致 一个黑袍人大吼起来 他们得到的消息 陆明的战力 只是比牧羊 稍强一筹而已 牧羊作为虚无之子 已经开始初步的演化世界 战力足以抗衡一尊一星武帝 甚至压制一星武帝 比牧羊稍强一筹 战力应该也强不到太多才对 绝对不可能一招击杀一位一星武帝 出手 一起出手 其中一个黑派人大吼起来 刷 刷 这时 天空之中 人影闪烁 足足出现了七八个身影 加上之前几个 多达十几个 可怕的气息在弥漫 都是武帝近以上的强者 他就算再强 今日也要死 杀 一个黑袍人大喝 一掌拍下 一道漆黑如墨的掌印 向着陆明轰击而来 威势十分可怕 三星武帝 陆明眼神一鸣 三星武帝实在太强了 陆明不敢应接 直接向着外面冲出去 抢走 给我回去 前方 出现了一个黑袍人 提着一把漆黑的战刀 一刀斩出 一道浩瀚的刀芒 向着陆明斩来 这也是一位三星武帝 这么近的距离 想要躲避 已经不可能 只能应接 陆明运转权力 四种法则 同时爆发 轰 陆明一掌轰出 轰在刀光上 发出一声惊贴轰鸣 陆明的身体狂震 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可怕的力量 让陆明喷出一口鲜血 三星武帝 太强了 陆明现在 还不是对手 秋 秋 陆明被轰飞 其他黑袍人 又向着陆明杀来 杀 陆明大吼 眼中有死亡之气 迸发 其中一个黑袍人 被死亡之气笼罩 心里大惊 碰 陆明一冲而过 直接将此人震飞了出去 后退的过程中 此人身体军裂 四分五裂 陆明战力全开 一心虚地 难以挡陆明一招 死亡法则 还有混沌法则 天啊 怎么可能 两种最强法则 怪物 妖孽 杀了他 一定要杀了他 陆明权力爆发 两种最强法则同时运转 根本隐藏不住 会显露出来 那些黑袍人 看到陆明居然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震惊的无意附加 有人惊骇的大吼起来 一个人 而且还是五帝之下 居然能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这简直闻所未闻 不可思议 杀 陆明连续出手 继续对准一个一星五帝 手掌拍出 此人在空中炸裂 轰 其他黑袍人 也一起出手了 一共有两个三星五帝 四个二星五帝 还有三个一星五帝 总共还剩下九人 九人同时出手 战力太恐怖了 陆明身上 学窍放光 几十把圣兵 还有几把逼兵 悬浮在身体四周 组成第一道防御 同时 他身上 法则之光覆盖 四种法则流转全身 组成第二道防御 刷 陆明调转方向 向着古战场的深处冲去 陆明尽量避开两位三星五帝的攻击 至于其他五帝 他避不开那么多 只能硬抗了 空 空 瞬间 起码有五道攻击 击中了陆明 三个二星五帝 两个一星五帝 陆明悬浮在身体四周的战兵 纷纷如烟花一般炸裂开来 至圣兵 根本挡不住五帝的攻击 最后 唯有几件地兵 还完好无损 扑 陆明大口可血 虽然攻击都被战兵挡住了 但依然有强大的力量 轰击在他身上 但趁此机会 陆明已经冲到一个一星五帝身前 这一星五帝大惊失色 想要逃走 被陆明一掌击杀在空中 接着 陆明一指点出 一根巨大的混沌截止形成 轰向一位二星五帝 这一指 蕴含了四种法则 威力强大到惊人 那个二星五帝全力抵挡 但身体依然被震飞了出去 大口吐血 其他人惊骇 攻击更加狂暴 一道可怕的掌印 还有一道刀光 向着陆明杀来 两个三星五帝 又出手了 陆明竭尽全力躲避 但终究没有全部避开 被那道掌印击中 可怕的力量 差点让陆明的身体军裂 陆明身体剧痛 骨骼像是要断裂开来 口中不断咳血 但他的身体 借助这一股掌力 瞬间冲到了 那个受伤的二星五帝前 那个二星五帝大惊 刚才他应接了陆明一招 差点被轰爆 遭到重创 此时见陆明杀来 差点吓死 第2092章连斩强敌 空 陆明手掌震动 连续拍出几掌 可怕的掌力 直接撕裂了对方的防御 一声惨叫 这个二星五帝 被陆明撕裂 惨死当场 其他人到西凉期 陆明的战力 这也太可怕了 远超他们收到的消息 连二星五帝都能击杀 实在让人惊惧 杀 这种人物 更要杀 此神国度的杀手 眼中都露出疯狂之色 现在 他们已经不在乎 牧羊给的多少原石了 他们更想杀了陆明 剩下的杀手 全力出手 围攻陆明 陆明长效 全力运转死亡法则 四方的死亡之气 不断的汇聚过来 增强陆明的攻击和防御 在这片古战场 死亡法则能最大的发挥出威力 远超平常 所以 在这片古战场 陆明的战力 也要比在其他地方 更强一些 轰 轰 陆明纵横冲击 与死神国度的强者厮杀 对他威胁最大的 便是两个三星五帝 陆明现在的实力虽强 能杀二星五帝 但还不是三星五帝的对手 持多招之后 陆明又成功了击杀了一位一星五帝 但也被一位三星五帝 两位二星须地击中 陆明身上 多出了几道恐怖的伤口 鲜血直流 甚至连骨骼 都断了很多根 好在 这里的死亡之气太浓郁了 让陆明防御力大增 终究挺了下来 杀 陆明杀到狂 黑发乱舞 浑身浴血 如一尊魔神一般 碰 一个二星须地 被陆明镇飞了出去 大口吐血 陆明趁机冲出了包围 向着古战场深处冲去 古战场深处 死亡之气更加浓郁 对他更有利 传出消息 叫大人亲自出手 一个三星五帝怒吼 死追陆明不放 这一次 他们损失太重了 之前 以为陆明的战力 就比一般的一星须地强一些而已 还没有二星须地强 而他们出动了四位二星须地 还有两位三星须地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但陆明的战力 比想象中的强太多了 连续被陆明杀了四五人 却还没有击杀陆明 这样下去 陆明逃向古战场深处 真的有可能逃脱 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 此神国度想要杀的人 极少数能逃走的 剩下的人 全力追杀陆明 其中一人 已经传出了消息 碰 急速奔行的陆明 被一道掌力击中 这是三星须地的掌力 格外强大 陆明被击飞了出去 身体剧痛 但陆明眸光坚定 急速向前 从刚才对方的大吼中 显然对方还有更强的人在附近 陆明只有逃向古战场深处 才有机会活下去 到底是谁要杀我 陆明心中 转过一道道念头 此神国度的人 他根本不认识 而且从这些人动手来看 明显更像是杀手 到底是谁 雇用了杀手来杀他 牧羊 陆明想到了牧羊 最大的可能 就是牧羊了 牧羊 我必杀你 陆明心里 充满杀机 同时全力向前奔逃 这个过程中 陆明身体蠕动 他的伤势 在快速地修复着 现在 他的灵体太强了 生命力旺盛无比 虽然遭到重创 但恢复的速度 也非常惊人 剩下的杀手 不断追击 各种攻击 不断地向着陆明轰去 陆明竭力闪避 不过偶尔 也会被各种攻击击中 好在 这里的死亡之气 越来越浓郁了 对陆明来说 好处很多 他浑身 布满了死亡之气 形成一件盔甲 覆盖全身 他掌控死亡法则 死亡之气对他有利 但对其他人 却像是剧毒 一般人面对死亡之气 死亡之气会不断腐蚀着他们 吃吃吃 剩下的杀手 要分出一部分力量 抵挡死亡之气的侵袭 讲杀我 就让你们再付出一些代价 此刻 陆明眼中 闪烁着疯狂之色 他正在奔行的身体 突然停下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后方扑杀而去 那些杀手 以为陆明全力逃命 哪想到陆明会突然杀毁 一时间 都有些猛了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对于他们这样的高手来说 一瞬间 就能决定生死 碰 陆明议长批出 将最后一个一星虚地轰杀 接着身形移动 杀向另外一个二星虚地 这时 这个二星虚地 才反应过来 运转世界之力 展出一道可怕的剑光 空 陆明议长拍出 直接击散了剑光 可怕的掌力 空击在这个二星虚地身上 此人惨叫 胸口被击穿了 出现了一个大洞 身体狂退 陆明岂能让他逃走 身形一动 就追了上去 找死 杀 其他杀手纷纷大吼 向着陆明杀来 挡住 陆明口中低吼 操控剩下的地兵 挡在身后 同时 无尽死亡之气汇聚 形成厚厚的一堵死亡之墙 也挡在陆明身后 陆明对后面的攻击 不管不顾 全力向着那个二星虚地杀去 碰 碰 那个二星虚地 已经遭到了重创 此时虽然拼尽全力抵挡 但依然挡不住 没有几招 陆明一掌踢在他的头颅上 他的头颅 像西瓜一般炸裂开来 形神俱灭 而其他杀手的攻击 都落在陆明的后面 几间地兵震动 差点爆碎开来 上面都出现了裂纹 而厚厚的死亡之墙 也被击溃了 各种攻击 落在陆明身上 让陆明的身体 像一个炮弹一般 击飞了出去 撞在一座大山上 但下一刻 大山轰鸣 陆明从大山中冲出 继续向着古战场 深处冲去 陆明口中可雪 好在刚才被几箭地兵 还有死亡之墙 挡住了大部分的力量 不然这么多攻击击中 他也危险 即便这样 他也遭到了重创 该死啊 剩下的杀手 简直要气吐血 又被陆明杀了两人 损失太大了 这一笔买卖 他们是血亏了 不过只要能杀了陆明 都是值得的 他们紧咬住陆明不放 一直追击 突然 高空之中 有可怕的剑光迸发 向着陆明展相 可怕无比 仿佛要将天地劈开 来了 陆明眼神一鸣 身形不断地变换起来 躲避那道剑光 第2093章金蝉脱鞘 那道剑光 让陆明汗毛炸力 那绝对是一位可怕的强者 绝非一般虚地 巅峰虚地 抓 陆明施展出急速 身形不停地变换 如一道闪电一般 快到极点 全力躲避那道剑光 最终 那道剑光展落 被陆明避过去了 但是 依然有余波扫中陆明 陆明闷哼一声 身体远远地飞了出去 在空中 陆明就大口渴血 当要落地的时候 陆明一掌拍出 一道掌力轰击在地面上 陆明借力 身形更快地向前飘移 巅峰虚地 不可力敌 太强大了 一招就能击杀陆明 陆明只有逃 只是一场可怕的危机 现在 没有人能助他 他只有靠自己 高空中 一个戴着死神面具的黑袍人出现 身上弥漫出冰冷无比的杀机 若是能透过面具 肯定能看到 此人的脸色 冰冷而又阴沉 他目光一扫 看到剩下的几个杀手 他的眼中 要喷出火来 他派了那么多高手前来 都是五帝境的人物 来刺杀一个小辈 一个还在圣境的小辈 居然杀不了 而且自身还死了那么多人 这要是传出去 对他们死神国度的声誉 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所以 陆明必须要死 咻 他又是一剑斩出 一道剑光 向着陆明杀了过去 陆明竭力闪避 但这一次更惨 被剑锋擦过 差点将身体披围两半 身上多了一条一米长的剑伤 身可剑补 甚至还能看到内脏在蠕动 但陆明的速度不停 依然向前冲去 前面 有一个大坑 铺满了枯骨 白骨成片 就是这里了 陆明眼睛一亮 杀 高空中 戴着死神面具的强者眼见连续两招 都没有击杀陆明 杀鸡更加冷烈 他手中 无尽剑光绽放 高空中 一下子出现数百道剑光 秋 秋 数百道剑光 密密麻麻从四面八方 向着陆明刺杀而去 数百道剑光 完全将陆明的后路封住 这是必杀一招 由巅峰须地施展 陆明逃无可逃 刹那间 数百道剑光全部击中陆明 将陆明淹没 那片地方 响起了剧烈的轰鸣上 枯骨乱飞 尘土飞扬 且伴随着陆明一声不甘的怒吼 然后 再无动静 阴尘落下 那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身形闪动 几个黑袍人急速而来 落在这片地狱 上方 带着死神面具的强者 也踏空而下 陆明 死了吗 肯定死了 在大人的攻击下 尸骨无存 几个黑袍人先后开口 带着死神面具的强者 临时扫尸四方 甚至渗透进地下深处 都没有发现丝毫异常 接着 他一伸手 枯骨之中 一个储物戒指 飞了过来 落在他手中 储物戒指上 还有血迹 他一感应 就知道是陆明的气息 陆明应该已经死了 尸骨和这里的枯骨化为一起 只留下一个储物戒指 戴着死神面具的强者开口 他非常有自信 在那一招之下 以陆明的修为 必死无疑 在那刹那间 陆明不可能逃出去 只有一个解释 陆明已经死了 尸骨无存 那个储物戒指 就是很好的解释 这个小子 真是一个怪胎 可怕的过分 居然能掌控两种最强法则 尽好大人赶来 不然被这小子逃了 可就麻烦了 另外几个黑袍人 连连拍马 确实是怪胎 好了 我们赶紧离开 这里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 恐怕天命之城的高手就快到了 还有 过两天 江混沌之子被我们杀的消息 传出去 必定能震慑天下 头戴面具的强者冷冷道 接着 身形一闪 几个杀手的身影 消失在这里 吃里之外 一个隐秘的山坳间 陆明咳出了几口鲜血 脸色苍白 他自然没有死 这一次 多亏了小青的替死魔偶 陆明叹息 刚才 在他即将被剑光淹没的时候 他果断地用出了谢年青给他的替死魔偶 替死魔偶 玄妙无比 顷刻间 他的本体 被移出十里之外 对方的攻击 全部被替死魔偶承受了 所以 陆明没死 死的是替死魔偶 替死魔偶 替他死了一次 关键时刻 陆明还留下了一枚储物戒指 不过 即便那样 陆明还是被于波扫中 身上又多出了几道剑伤 一股股毁灭之力 不断地向着他身体深处攥去 这些人 以为我死了 我现在不宜现身 换一个身份 在这里疗伤 等时地会战的时候再出现 陆明暗自思量 他如果现在现身 谁知道对方会不会再一次派人刺杀 他现在可没有替死魔偶了 陆明施展神西术 收敛自身气息 然后向着古战场深处而去 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进入山河图内 开始疗伤 他的伤势很重 体内有一道道毁灭的剑光 要破坏他的身体 想要修复伤体 首先要将毁灭剑光驱除 陆明操控四种法则 开始驱除那些毁灭剑光 转眼 过去几天时间 陆明终于将那些毁灭的剑光驱除掉了 毁灭剑光一除掉 陆明的身体 就开始快速的恢复起来 骨骼肌肉重生 再快速的愈合 而此时 一条消息传出 震动了整个神命之地 从原山之地而来的混沌之子陆明 在天命之城 被死神国度斩杀 这条消息一出 天下哗然 无数人震惊 陆明 一来神命之地 就展露出可怕的天赋与战力 以至圣元满的修为 连拜数位上苍之子 甚至连被人称为种子强者的牧羊 都被陆明击败 被陆明踩在脚下 本来 无数人看好陆明 觉得陆明是这一次实地会战的巅峰强者 是种子强者 无数人期待陆明和神命之地的混沌之子 原新对决 但现在 陆明却被死神国度杀了 因为 这是死神国度放出的消息 死神国度很嚣张 对外宣称 绝世天才又如何 躲在天命之城又如何 他们死神国度想杀的人 躲在哪里都没用 这是赤果果的挑衅天命之城的霸主势力 第2094章十地会战开始 天命之城的几个霸主势力 之前对外宣布 天命之城内禁止厮杀 目的是为了那些天交的安全 但现在 死神国度就在天命之城中 刺杀了混沌之子 这就是打脸天命之城的霸主势力 天下哗然 一尊强大的混沌之子 居然被死神国度刺杀于天命之城中 这是大事 让无数人震惊 甚至很多人怀疑 这是不是真的 但后面 有人站出来说 这是真的 因为他们当时就在那股战场 亲眼看到死神国度出动了大量的强者 刺杀混沌之子露鸣 消息被证实 很多人难以平静了 特别是一些强大的天交 更是脸色凝重 死神国度这个杀手组织太可怕 既然能刺杀混沌之子 也能刺杀他们 很多天交的活动 都变得低调起来 天命之城的霸主势力震怒 派出大量高手 要围剿死神国度的人 可惜只是击溃了几个无族群众的分部 根本找不到总部所在 死神国度的人又跳出来叫嚣 他们死神国度想杀的人 不管躲在哪里都一样 言语之间 嚣张至极 天命之城的霸主势力无奈 只能加强天命之城的守卫 浩瀚的天命之城 每个一片区域都有强大的存在阵守 一有不对 就会有强者出动 避免再一次发生刺杀事件 但这件事 影响巨大 牵动无数人的心 天命之城 客栈中 秋月 龙晨 光丽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难以置信 不可能 不会的 少爷不会死 秋月翘连雪白 眼泪在眼珠中打转 放心 路明他肯定死不了 龙晨和荒丽 先后开口 他们双拳紧紧握握在一起 身上弥漫出冷冽的杀鸡 天地城南方 另外一座古城中 黄陵 若天一几人正在此处游历 听到这个消息后 也是脸色雪白 不会的 没有人能杀他 鸡人都低语 神明之地 环海边 鹿香香 欧阳莫黎刚踏足神明之地 听到这个消息后 浑身大震 我师尊 不会死 两人都难以相信 陆明会被击杀 在他们眼中 陆明是不可取代的 总有一天 会纵横无敌 一座山峰上 王润迎风而立 气势如狂 陆明 你还不能死 我还要击败你 取代你黄金传承者的身份 低沉的声音 从王润口中传出 天命之城 一座优雅的院子中 恒星河背负双手 身姿挺拔 数年不见 恒星河更加恐怖了 气息深不可测 陆明 我还想亲手击杀你呢 可惜了 恒星河淡淡一笑 原山之地 恒家的人 贺家的人 大罗天宗的人 还有古月圣地金屋一族 万家等人势力的 听到之后 都是狂喜 陆明被杀了 对于他们来说 是天大的好消息 特别是对于古月圣地万家 金屋一族等势力的人来说 因为 在天地城 陆明用出了天地肉身 力斩几个高手 还将贺家大帝 打得落荒而逃 这让古月圣地一些和陆明有仇的势力 心都凉了 一直提心吊胆 害怕陆明用天地肉身 杀上他们的宗门 灭了他们 如今陆明被击杀 他们长呼一口气 同时 他们也猜测 看来陆明的天地肉身 使用有极大的限制 或者现在根本不能用了 不然 怎么会被死神国度的人自杀 若是能操控天地肉身 死神国度的人来了 只能找死而已 哈哈哈哈 小子敢和我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 万古城 穆家 穆扬大笑 畅快至极 他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亲手击杀陆明 神明之地 一片喧嚣 而陆明 一直在古战场深处 经过几天时间 陆明的伤势已经痊愈 不过他并没有出去 而是继续留在古战场修炼 他推测 死神国度的杀手 很可能是牧羊请来的 只要知道他死了 牧羊就不会有异动 龙晨 秋月他们 才会安全 古战场深处 对于修炼死亡法则 确实极为有利 接下来的时间 陆明一心闭关 参目死亡法则 每一天 都有很大的收获 时光飞逝 转眼 两个月时间就过去了 陆明对于死亡法则 有了极大的进展 他的死亡法则火候 已经达到了九成五 和吞噬法则并列 现在 陆明四种法则一起融合爆发 威力更加惊人 陆明的实力 又有所提升 这时 陆明才走出古战场 因为 实地会战的时间到了 陆明一融成一个皮肤有黑的青年 行走在大街上 无人能认出他 陆明打听了一下关于实地会战的消息 由于参加实地会战的人太多了 所以 实地会战 要经筛选 原路各地 无数天交来此 数量多的惊人 若是直接一场场的去比 那不现实 太慢了 所以 实地会战 分为了四个战区 东南西北 四个战区 所有人 可任意选择一个战区报名 然后经过筛选 才能参加最后的会战 时间 从明日开始 陆明找了一个地方住下 一天转眼急过 第二天 陆明向着南方战区而去 那是一片无比宽阔之地 但陆明到的时候 依然发现 空地上几乎被人挤满了 当然 很多人年纪都超了 都是来看热闹的 年轻的天骄 自然没那么多 在空地中央 有一座巨大的平台 此时 平台上空 有几道身影悬浮 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大地 陆明目光一明 他发现 其中一人的气息 极其身后 可怕无比 陆明不止一次接触大地了 自然很轻易地判断出 此人是一个大地境的强者 次大战区 分别归天命之城 四个霸主势力主持 这应该就是其中一个 霸主势力的强者 拆选 分为几轮 第一轮很简单 你们先来报名 然后登上这座平台 我们会统一考验 大地境的强者开口 他声音不大 却在每一个人的耳中响起 在平台下面 有几处报名的地方 一些青年陆续向前 开始报名 报完名后 便登上平台 当平台上的人数 达到一千左右的时候 大地竟强者叫停 第2095章 再见无良和尚 好了 这一批 开始测试吧 大地下令 这一个大地 看起来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 气势威严 当即 一个老者踏步而出 等一下 我会爆发压力 压向你们 你们全力抵挡 只要能抵挡30个呼吸 还能站稳的人 便晋级成功 承受不住的人 直接淘汰 老者开口 许多人心中移动 这个方法 倒是简单 直接一群人在一起 以气息压迫 能抵挡的人 直接晋级 这样的话 效率确实高 一些修为不强的 能很快筛选掉 开始随着老者的声音响起 老者身上 爆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 笼罩整个平台 真谛 路民判断出 这个老者 是一个真谛境的强者 老者的气息一出 平台上 一些人的脸色就变了 身体振动 而后大口咳血 直接跪倒在地上 前辈 请留情 我挡不住了 那青年大后 感觉身体都要被压成肉泥了 下去 老者淡漠开口 操控气息 那个青年身上的压力 顿时一清 他慌忙冲下了站台 大口喘气 区区名胜镜 居然也敢上台 真是不自量力 这可是实地会战 可不是什么小地方 名胜镜也敢上 也是可笑 很多人摇头而笑 实地会战 汇聚了实地最强的天骄 区区名胜镜 实在不够看 那个青年脸色长得通红 实际上 如这个青年这样的 不止一个 而是很多 扑通扑通 平台上 大片青年跪下 大口吐血 这些青年的修为 都在名胜左右 持地会战 实在牵动人心 为历史首次 无数人关注 很多青年 都想在这样的舞台上表现一番 希望能受人瞩目 所以 很多修为不高的 都想要参加 大片的人吐血 最后冲下平台 直接淘汰 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 老者身上爆发的压力 越来越强 后面 就算是大圣镜的天骄 都抵挡不住 遭到淘汰 最后 一千多人 只有100人左右成功地 抵挡了30个呼吸 当然 状态也各不相同 有些人浑身震颤 冷汗直流 大口喘息 显然已经竭尽全力 而有些人 则云淡风轻 面色如常 轻轻松松 晋级的人 名单留了下来 可进入下一轮 你们也看到了 实力不行 就不要报名了 免得自取其辱 还要受伤 中年大地开口 很多青年脸色难看 最后无奈叹息 他们本来还想表现一番的 但实际上 他们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连陪衬的资格都没有 实地会战 是真正天骄的舞台 只要能在实地会战 取得一席之地 都是天大的荣誉 但大部分的人 只能是看客 接下来 陆续有人上前报名 当有一千人左右的时候 老者在一次爆发气息 压向平台上的青年 这一次 情况要好了很多 一千人 足足有五百人左右 进入下一轮 因为那些修为不足的 自己知道过不了 上去只会受伤 都没有报名了 接着 筛选继续 江湘 莫黎 秋月 黄灵 陆明眼睛一亮 他在人群中 看到了香湘 秋月他们 他们都来了 而且都在南方战区 以他们的修为 自然很轻松的通过了筛选 我也上去吧 陆明一笑 开始上前报名 他并没有和香湘 他们急着相认 什么名字 报名的台上 有人看向陆明 天云 陆明道 留下你的气息 对方道 陆明点点头 留下一缕气息 这是好分辨他的身份 随后 陆明踏上了平台 安米头发 贫僧无良 陆明刚踏上平台 就听到后面传来一声佛号 陆明的眼皮直跳 这声音 陆明太熟悉了 虽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听到 但绝对不会忘记 陆明转身 就看到了一个微胖的青年和尚 踏上了平台 无良和尚 陆明有些发呆 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无良和尚 当初 在神荒大陆的时候 无良和吴月 比他先一步动身 前来远路 一别十多年了 一直未见 无良和尚 和十多年前一样 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也没变 他走上来的时候 看到陆明一直看着他 不由念了一声佛号 安米头发 师主 你这样寒情 默默的盯着贫僧 莫不是 你看上贫僧了 可惜 你是一个男的 若是一个清澄美女 贫僧是可以考虑的 无良和尚笑咪咪的道 此一边去 路名铁嘴 这家伙 一点没变啊 师主 我怎么感觉我们似曾相识啊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完了 我怎么会对一个男的 有这种感觉 无良和尚开始盯着陆明 随后一张脸苦了下来 在那哀声叹气 滚 陆明呵斥 同时心里也一惊 这不靠谱的和尚 灵觉还真是敏锐 他用出了神西术 但无良和尚还是有所感觉 阿弥陀佛 接着又有符号响起 接着有几个年轻的僧人踏上平台 无悦 无尘 有几人 陆明还认识 无悦女菩萨 也是神荒大陆的熟人了 另外一个 是无牙寺的无尘 掌控英国法则 上苍之子之一 很快 平台上 又有一千人左右了 那个真地敬老者 开始爆发气息 众人身上 仿佛压了一座大山 不过这压力 对于陆明来说 不算什么 没有多大的感觉 陆明看到 无良 无悦 无尘几人 也同样如此 脸色平静 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 无良和无悦 来到原路后 实力也得到惊人的提升啊 陆明心里暗想 佛道的修炼 陆明本来就很陌生 他发现完全看不透几个年轻僧人的修为 就好像他们体内 有一团灿灿的金光 掩饰了自身的修为境界 三十个呼吸 转眼急道 他们都很轻松的过关了 安米头发 施主 我们是否以前见过 还是您与我佛有缘 不如就此剃度加入佛门吧 无良来到陆明身前 笑咪咪的道 一边玩去 陆明挥挥手 独自走下站台 第2096章大地要收图 接下来 测试继续 又经过几次测试 终于没有人继续报名 最后 有三千人左右 通过了第一轮的筛选 下面一轮 你们跟我来吧 中年大地道 然后踏空而去 那些通过的筛选的人 纷纷跟上 还有那些看热闹的人 自然也纷纷跟上 密密麻麻的人群 飞过天空 不久 中年大地 在半空中停下 只见半空中 有一扇巨大的光门 这就是第二轮筛选 你们进入光门中 就会进入一条通道之中 通道内 有各种考验等着你们 只要你们能在三十分钟之内通过这条通道 就算通过考验 你们一起进去吧 中年大地道 刷 刷 真行闪动 三千多人 一起飞进了光门之中 光门很大 三千多人飞进去 一点也不显得拥挤 三千多人一飞进光门中 就消失不见了 路明感觉身体一颤 他就来到一条通道之中 四周 没有其他人 只有他一人 他知道 这里肯定是布下了大阵 大地境界的强者 手段通天 布下一些玄妙的大阵 不足为奇 路明一笑 踏步向前 这条通道 虽然有些难度 但难不倒路明 路明并未用出全力 但也非常快速地通过了整条通道 看着前面出现了通道口 路明微微一笑 大约五分钟 他只用了五分钟 就通过了通道 这条通道考验得很复杂 不仅仅只是考验战力 还考验勇气 果断 智慧 意志力等等 非常全面 若是这些方面都优秀的话 天赋肯定不会差 但路明一路走来 经过了多少的风波 类似的考验 他也经历过不少 这些考验 对他来说 一点难度都没有 踏步而出 路明走出了通道口 一出通道 路明就看到许多人望向他 路明一愣 他发现 这里 有许多人立于空中 大部分的 都是老辈人物 有些人气息格外恐怖 不会吧 那么多大地 路明心经 他发现 不下于十个老者 身上散发出大地的气息 这让路明心经不已 安米头发 施主 你速度不快啊 哈哈哈哈 一声佛号 无良和尚出现 他的速度 居然比路明还快 这让路明不由的 有些诧异 不过 路明刚才 也并未出全力 路明目光一扫 发现已经有几个青年 通过了通道 是他 路明看到一个青年 身材挺拔 覆手而立 有一种雄霸天下的气度 混沌之子 袁心 当初在混元宗考核的时候 路明见过 又岂会忘记 袁心淡淡地扫了路明一眼 便转开了目光 小家伙 你修炼的是什么法则 这时 一个老者看向路明 目光灿灿 死亡法则 路明点点头 身上弥漫出死亡法则的气息 果然是上苍之子 小家伙 你可愿意拜老夫为师 那个老者开口 我觉得老夫与他有缘 理应拜我为师 又有另外一个老者开口 这几人 都是大地境的人物 路明有些发愣 一些大地境的人物守在这里 难道是为了收徒 施主 这些都是神命之地 大地境的人物 目的是想找有天赋的青年收徒 传承一波 无良和尚给路明传音 路明点点 算是明白了 在原路 改换门亭 在某些情况下 不算什么大事 比如 有些盖石天骄 在修为还弱 还没有崛起的时候 可能败的师尊 修为也不高 但这些天骄 很快就会崛起 在短时间内 超越他的师尊 就比如 路明 现在的修为 就比云龙谷主要强很多的 所以 那些开始败的师尊 已经帮不了那些天骄了 那些天骄 自然可以再败 其他更强的人为师 所以 这些大地强者 守在这里 就是想碰碰运气 要是碰到那种身后 没有强大势力 又肯败师的绝代天骄 那就赚了 前辈 多谢厚爱 晚辈已经有师尊 暂时不会败师 路明抱拳 表示感谢 可惜 几位大地摇头 有些可惜 既是死亡之子 又能在五分钟通过通道 可以说 各方面都是顶尖的 让这些大地 都很心动 不过显然 这等天骄 真正会败师的极少 一般后面都有强大势力 或者有强者 众人继续等了起来 后面 又有几人出现 路明看到一个熟人 古魔 万魔之地 那个修炼太古魔道的天骄 此人 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数年过去 不知道他的修为 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江湘 莫黎 在第八分钟的时候 路明看到路香湘和欧阳莫黎 几乎同时走出来 这么年轻 许多人的目光都是一动 而那些老头 更是眼睛发亮 路香湘和欧阳莫黎 看起来太年轻了 欧阳莫黎稍大一些 但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左右 而路香湘 看起来二十都还不到 这么年轻 却能在八分钟走出通道 极为难得 那些老头的心 又动了 哈哈 两个小家伙不错 八分钟通过通道 天赋绝佳啊 一个老者踏步上前 笑眯眯的道 见过前辈 路香湘和欧阳莫黎行礼 很礼貌 你们两人 领悟的是什么法则 又一个老者踏步而来 笑眯眯的问道 路香湘和欧阳莫黎 没有隐瞒 身上散发出气息 上次之子 都是上次之子 几个老头 眼睛更亮了 小姑娘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小家伙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几个老头先后开口 盯向了路香湘和欧阳莫黎 眼神中 一片火热 路香湘和欧阳莫黎对视一眼 齐齐摇头 前辈 晚辈已经有师尊了 不会另拜他人为师 路香湘摇头道 有师尊了 你师尊是谁 什么修为 老夫可是大帝 一个老头急了 连忙开口 展露自己的修为 我师尊现在修为没有前辈高 但将来 肯定会成为巅峰强者 路香湘道 神色坚定 哈哈 小丫头 成为巅峰强者 哪有那么容易 不要被骗了 那个老头笑道 第2097章 我是 路鸣 不过 路香湘依旧摇头 那老头真有些急眼了 路香湘这么年轻 就有这样的修为 而且八分钟就能通过通道 天赋绝对非常高 他是越看越喜欢 脚丫头 你师尊是谁 我去找他谈谈 那老头道 我师 路鸣 路香湘清脆的声音响起 让现场所有人心里都是一阵 棍沌之死原心 目光闪过两道璀璨的金光 如剑光一般 古魔目光也是一栋 身上弥漫出一层魔光 还有牧羊 眼中弥漫出冰冷的沙鸡 眼神不善地扫向路香湘 路鸣 无良和尚低语 好像在追忆 又细细打亮路香湘几眼 路鸣 哪个路鸣 那个老头又问 原山之地 混沌之子路鸣 路香湘补充了一句 原来是他 混沌之子路鸣 自己年纪轻轻 居然有你这样一个弟子 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啊 那个老头一叹 接着又道 你师尊 的确天赋败事 若是不死 将来超越老夫 也是很正常 但是 他已经陨落 不 我相信 我师尊没死 路香湘摇摇头 精致的小脸 满是坚定之色 小丫头 你再考虑一下 那老头还是不甘心 多谢前辈 但晚辈不会改拜他人为师 路香湘坚定摇头 这丫头 路鸣露出微笑 小家伙 你呢 你可有师尊 这时 另外一个老者 盯向了欧阳墨离 有 我师 路鸣 欧阳墨离开口 见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原心 沐阳等人 眼中金光爆发 啥 路鸣 又是路鸣 哪个路鸣 那些大地境的老头都愣住了 他是我师姐 欧阳墨离指着陆香香道 见场 其他人都愣住了 还真的是路鸣的弟子 一门三位上苍之子 这让所有人都无言了 上苍之子 何等难得 太过稀少了 就算是如今黄金盛世 也极其稀少 一地 也就几个而已 也就是如今十地会战 整个原路的天交汇聚 才时不时能看到上苍之子而已 路鸣道好 本身是上苍之子 收了两个徒弟 也是上苍之子 这样的情况 恐怕天地强者 都要眼红啊 我师尊 肯定没死 路香香和欧阳墨离 两人一口同声 为死 可笑 自欺欺人而已 牧阳开口 冷笑连连 你说什么 路香香 牧师牧阳 我说的是事实而已 有点羞为就嚣张 敢在神命之地撒野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牧阳冷笑嘲讽 哼 若是我至尊在此 你算什么东西 肯定要被我师尊虐 欧阳墨离冷冷道 你说什么 找死 瞬间 牧阳就怒了 火冒三丈 一张连长的通红 他以为 欧阳墨离是故意嘲讽他 他之前 确实被陆明狠虐 被陆明踩在脚下 丢人丢尽了 但其实 欧阳墨离根本不认识牧阳 根本不知道 他已经被陆明狠虐过了 难道我说对了 你真的被我师尊狠虐过 欧阳墨离看出了什么 继续嘲讽 找死 牧阳大怒 身上弥漫出冰冷的杀鸡 向着路香香和欧阳墨离踏步而去 干什么 这里是战斗的地方吗 一个老头目光冰冷的扫向牧阳 让牧阳浑身发寒 冷汗直冒 就像怒气的气球 一下子淹了 最后 几个老头叹息 知道路香香和欧阳墨离不会拜师 有些可惜 之后 通过的通道的人越来越多 半个小时后 有一千人左右通过 其他没有通过的 全部淘汰 三千多人 一下子只剩下一千人 好了 接下来 还有第三次筛选 你们跟我来 那个中年大帝 又来到此地 宣布了结果 众人跟随而去 还有那些大帝也一起 密密麻麻的人群 又飞向一座高峰 这座高峰的峰顶 宽阔无比 像是被人一见消掉了峰顶 看起来很平滑 山峰中央 有一座巨大的站台 上面弥漫紫金色的光芒 那是大阵的力量 中年大帝落在站台上 到这一轮筛选 就是最后一轮筛选了 这一轮筛选 只会留下八十个名额 八十个名额 众人心里大阵 一千多人 只留下八十人 这种淘汰几率 也太大了 而且 这还只是筛选而已 还没有到最后的会战呢 次大战区 都是一样的规则 每一个战区 都会挑选出八十人出来 一共三百二十人 进行真正的会战 巅峰对决 不过我告诉你们 这一次筛选之后 你们能够得到一次机缘 一次天大的机缘 你们很多人 说不定能借此 一举跨入五地之境 中年大帝宣布 什么 许多人心里狂震 这一次筛选之后 居然就能得到一次机缘 甚至能让人跨入五地之境 要知道 准地到五地 这一步非常艰难 很难跨越 自古以来 无数天骄 都被在困在这一步 有些困在几年 有些几十年 有些几千几万年的都有 甚至很多人 一辈子难以突破 这是一个坎 一个大坎 一旦跨入 就意味着寿源无尽 只要度过三十多万年一次的天节 就可以永存 那是何等逍遥 无数人修行一辈子的目标 就是跨入五地 而现在 却有一个机缘 能让人突破五地 所有人的心 都火热起来 十地会战之前 就有大地透露 这一次的会战 就会伴随着大机缘 看来果然是真的 我一定要进入前八十名 我一定要得到这一次的机缘 很多人双拳紧握 暗暗发誓 一定要冲进前八十 而一些已经淘汰的人 叹息不已 特别是那些上舱之子 更是目光璀璨 这一轮的规则很简单 所有人一起踏上战台 进行混战 最后还留在战台上的八十人 就是最后晋级的八十人 当然 有一个前提 你们可以联手 但是联手的人数 不能超过三人 超过三人 视为犯规 中年大帝再一次宣布 第2098章弟子危机 很多人心里都是一阵 这规则 可以说非常简单 也非常粗暴 但也非常有效 一千多人 直接上台混战 最后留在战台上的八十人晋级 可以想象 这会是非常激烈 而且情况多变 不一定实力强 就一定能留到最后 需要运气 当然 当实力足够强的时候 是可以不需要运气 可横扫他人 留到最后的 而且 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联手对敌的人数 不能超过三人 这也是一种保护 约算是一种限制 就是怕有很多高手联手 如果十几个最顶尖的强者联手 横扫他人 那他人还怎么玩 只有三人联手 那限制就很大了 而且 队伍与队伍之间 也不能联手对敌 中年大帝 又补充了一句 让有些人寻思 几支队伍联手的希望也破灭 好 规则就这些 开始吧 中年大帝宣布 刷 刷 一千多个青年天交 纷纷飞上了战台 但飞上战台后 众人彼此相互隔开 谨慎地盯着彼此 战台很大 长宽足有百里 这样大的站台 一千多人上去 显得很宽敞 四面八方 无数人紧张的观看 我们联手 你我联手如何 站台上 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生大战 而是相互传音 打算联手 刷 刷 身形闪动 许多人开始联手 三人一组 站台上 多出了一个个组合 陆明看到 陆香香 欧阳莫黎 秋月 黄陵他们 也联手了 其中 泡泡 黄陵 洛天衣 三人为一组 以泡泡为核心 然后 陆香香 欧阳莫黎 秋月 三人为一组 龙辰 荒厉 罗祥三人为一组 沐阳无双 还有当初在原山之地 加入龙盟的两个强大的王体为一组 在另外一边 陆明看到了吴梁 吴月 吴臣三人为一组 当然 不可能所有人都组成三人一组 有些人是两人 而有些 更是只有一人 卢王润 沐阳 元新 古摩等人 都是一人 目光冰冷 扫是四方 给我下去 忽然一声大吼响起 有人开始动手了 下去的是你们 空 空 剧烈的碰撞响起 有人发生了大战 牵一发 而动全身 一人动 全部动 站台上 一下子陷入混战当中 只要将他人击下站台 那么自己 就多一份把握 留在站台上 饺子 下去吧 有人盯上了陆明 是一只三人组合 这三人组合 战力不弱 为首的一人 乃是王体 胸围达到了至圣圆满 而另外两人 虽然不是王体 但灵体是上等天灵体 胸围也达到了至圣圆满 三人同时向陆明发起 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要将陆明一举轰下去 可惜 之前他们通过通道的时候太慢了 根本没有看到陆明展露死亡法则 自然也不知道陆明是一尊上苍之子 这段时间 许多人将一些有名的上苍之子 都打听清楚了 包括容貌 根本没有见过陆明这号人物 下去的 是你们 陆明冰冷的扫了三人一眼 眼中死亡之气弥漫 三人的攻击 在死亡之气下 瞬间崩溃 不好 是死亡法则 这是一位死亡之子 三人惊骇的大吼 想要后退 但陆明施展死亡之眼 死亡之气更加浓郁 将三人笼罩 三人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好像一身生机 要被剥夺掉了 饶命 我们认输 我们认输 三人大叫起来 陆明心中一动 死亡之气便消失了 三人慌忙冲下了战台 害怕被陆明击杀 长宽百里的战台 在没有战斗的时候 看起来很大 但陷入混战之后 就感觉很小了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瞬息间 移动的距离 都不值百里 陆香香等人 三人一组 表现得非常亮眼 实力惊人 这三年来 他们被无香大帝等人 带到相应的密地修炼 竟不可以用神速来形容 泡泡的修为 早就跨入准地之境 还有皇陵 龙臣 荒厉等人 一个个都是准地 唯有陆香香 欧阳墨里两人稍弱一些 但也是至胜圆满 而且法则火后 已经到了九成九 距离准地 只有一步之遥 但他们是上苍之子 战力惊人 比准地境的王体 更强一筹 他们所过之处 一个个强者被击下战台 没有多少人能敌 哼 陆明的弟子 给滚下去吧 牧阳盯上了陆香香 欧阳墨里 还有秋月三人 他身形闪动 向着三人杀去 绞心 秋月提醒 他身上寒热交流 一边炽热 一边寒冷 相互交汇 产生可怕的毁灭之力 向着牧阳轰去 同时 在他身上 法则之光覆盖全身 一条阴阳法则 如长河一般流转 清暮晴天 陆香香小手挥舞 一株青涩的古墓出现 遮天蔽日 巨大无比 向着牧阳镇压而去 同时 欧阳墨里手持轮回挤 战即斩出 六个轮回漩涡 随着轮回挤 向着牧阳斩去 就凭你们 也想阻我 给我去死 牧阳大喝 挥手之间 虚无法则震动 一道道虚无之光 向着三人杀去 空 空 空 栽生轰鸣响起 秋月 陆香香 欧阳墨里三人的攻击 其其崩溃 在虚无法则之下 化为虚无 不得不说 牧阳的实力非常惊人 已经开始初步演化小世界了 站在了准地的顶峰 秋月为王体 虽然也是准地顶峰 但难以抗衡牧阳 而陆香香 欧阳墨里两人 修为还未破准地 就算联手 也不是牧阳的对手 你们师尊死了 我送你们去陪他吧 牧阳冷笑 向着陆香香三人杀去 三人竭力抵挡 但依然完全落在下风 岌岌可危 不远处 泡泡等人想要救援 但有规则 三人一组 其他人不能插手 他们只能干交集 陆明眼中 弥漫出杀机 牧阳 不仅让杀手去刺杀他 现在又要对付他的弟子 在他心中 牧阳已经在他的必杀名单之中 第2099章再次镇压牧阳 刷 陆明踏步 向前冲去 他没有对牧阳出手 因为如果他出手了 就意味着 他与陆香香三人联手 犯规了 他直接杀向牧阳身后的一些人 那里有牧阳的其他天骄 杀 陆明杀向了一组三人组合 都是牧阳的天骄 三人中 有两个亡体 这牧阳 不可谓不强盛 不仅有牧阳一位上苍之子 还有两位亡体 可谓强盛至极 陆明人还未到 可怕的死亡之光 已经将三个牧阳强者笼罩 三个牧阳天骄大惊 竭力抵挡 但陆明顺息而知 眼中再一次迸发出死亡之光 这是死亡之眼 一种可怕的神通之术 杀伐之力惊人 坑坑 陆明眼中 迸发出一道道光芒 像是一把把战兵一般 发出坑枪之声 向着对方绞杀而去 一声惨叫 三个牧阳天骄中 有一位不适亡体 胸为稍弱 直接被绞杀 身体化为几节 就算是两个亡体 也受到重伤 若非他们修为极强 都到了准地境界 法则成河 环绕周身 恐怕已经被斩杀了 即便这样 他们身上 也多出了几道伤口 鲜血直流 死亡之力 附在伤口上 要将他们的生机剥夺掉 接着 陆明一掌拍下 两个牧家亡体大口吐血 连连倒退 牧阳 救我们 一个牧家亡体大吼 露出惊恐之色 饺子 你找死 牧阳长笑 射下路香香他们 向着陆明杀来 就等你来 陆明嘴角微微勾起 眼中闪过冰冷的杀机 他手中 死亡法则化为一把剑光 斩了出去 这一道剑光 不仅仅蕴含死亡法则 还蕴含吞噬法则和震道法则 威力暴涨 两个牧家亡体 根本挡不住 惨叫两声 两颗头颅高高飞起 鲜血喷出十米高 大胆 找死 站台之外 也有牧家强者观看 此颗大吼 如狂狮一般 充满了杀机 两个牧家亡体死了 这对于牧家来说 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代价太大了 他们心痛的滴血 一般来讲 亡体 都有冲击大地的潜力 这等天骄 实在太珍贵了 可现在 却同时被斩了 不过 牧家的人大怒归大怒 在这样的场合 他们哪里敢动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希望牧羊能杀了陆明 为牧家的亡体报仇 陆明斩杀两个牧家亡体后 身形一动 如一道闪电一般 冲向牧羊 现在牧羊已经设下 陆香香等人 他自然可以动手了 饺子 死吧 牧羊大吼 运转虚无法则 向着陆明杀来 陆明也一掌拍了上去 轰 两人的攻击队碰在一起 但结果就是 牧羊身体狂震 连连后退 站台 观战的人大惊 特别是牧家的强者 牧羊居然不敌 怎么可能 牧羊可是被人称为 这一次的种子刀手之一 极其强大 已经开始初步演化小世界了 当初败给陆明 那是陆明太过变态 但现在 不知道哪里跑出一个死亡之子 都能压制牧羊 天下高手太多 许多隐藏的天骄 我们根本不知道 是啊 之前所谓的种子高手 并非最强 谁也不知道暗中还有多少更强的天骄 这死亡之子 叫什么 实力惊人 好像叫天云 他报名就是用的这个名字 一些人在议论 吼 站台上 牧羊怒吼 他居然被击退 这让他大怒 他身上的气息越发狂暴起来 向着陆明展开激烈的攻杀 轰 轰 陆明迎敌 非常直接 与牧羊对轰 吃几招后 陆明完全压制牧羊 牧羊身体不断的后退 他身上的虚无法则 仿佛都要被陆明击穿 碰 最后 陆明一掌击穿了牧羊的防御 轰在他身上 牧羊惨叫一声 身体飞了出去 大口吐血 牧羊 你就这点战力 也能被称为种子刀手 真是可笑 陆明嘲讽 大踏步向着牧羊杀去 我要杀了你 牧羊眼睛都红了 他身上的胜利沸腾 虚无法则从虚空不断的涌入到他身上 散发出灿灿光辉 虚无之海 牧羊使用出最强的一招 演化出虚无海羊 将牧民笼罩 给我去死吧 牧羊如癫狂一般 疯狂地操控虚无之海 虚无之海发出轰猛龙的声音 演化成各种可怕的攻击 要将虚无之海中的一切东西 化为虚无 附近 有几人没有躲过 直接被虚无之海卷了进去 发出凄厉的惨叫 化为虚无 咚咚 但是 虚无之海中 响起了可怕的轰鸣 如大鼓震动 虚无之海 开始剧烈地翻滚起来 牧羊的脸色变了 然后竭尽全力操控虚无之海 但没用 虚无之海的震动越来越强烈 最后轰的一声 炸裂开来 一道身影 从里面踏出 正是鹿鸣 杀 鹿鸣大喝 杀鸡如狂 向着牧羊杀去 他对牧羊 有着必杀之心 牧羊脸色难看 身体急速后退 不敢与鹿鸣大战 滚 滚开 牧羊疯狂逃窜 凡是挡在他身前的 不是被他轰杀 就是被他轰飞下战台 但他依然逃不掉 很快 就被鹿鸣追上了 他只能竭力大战 但没有几招 就被鹿鸣一招轰在身上 身体横飞了出去 大口渴血 身体都差点炸裂开来 怎么会这样 天云的法则 明明还没有圆满 明明还没有达到准地之境 怎么会这么强 连牧羊都难以抵挡 有人猛了 明面上看 牧羊的胸围的确更强 同为上苍之子 战力怎么会相差如此悬殊 那小家伙 掌控的不仅仅只有一种死亡法则啊 还有其他法则 这是法则融合 有大地人物开口了 声音中带着惊叹 陆明现在 虽然能将几种法则融合在一起 做到很好的隐藏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但大地是何等人物 自然瞒不过 只要稍加注意 就能看出来 什么 几种法则融合 这也太变态了 五帝之下 居然能掌控几种法则 许多人震惊不已 第2100张对战原心 五帝之下 居然能掌控几种法则 并且融合 实在超出了想象 不仅是普通人 就算那些大地境的老头子 都惊叹不已 当然 陆明并没有施展混沌法则 没有施展 他们当然看不出来 若是被他们看到 陆明掌控了两种最强法则 就不知道是何种表情了 还有 这小家伙 施展了一荣之术 非常高明啊 有大地低语 陆明的神西术 想要瞒过大地 自然也不可能 不过 这些大地 以前都没有见过他 虽然看出了他施展了一荣术 但并不知道 陆明的真实身份 陆明鸡飞牧羊 继续向着牧羊杀去 此刻 牧羊已经没有丝毫在战之心 只想着逃走 但是 他又不甘心冲下站台认输 因为 只要通过这一次筛选 就能获得一次大机缘 能够冲击五地之境 我一定要顶住 只要通过这一次筛选 我就能进入五地之境 到时我要将这小子剥皮抽筋 牧羊心里大吼 但下一刻 他亡魂接冒 因为陆明又杀来了 一招击穿了的防御 轰击在他的背上 雪花四溅 牧羊的身体 直接炸裂出一个大洞 前后透亮 当然 这样的伤势 只能让牧羊重创 还不能杀死他 牧羊倒在地上 像是一条死狗一般 他眼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现在 他即便想冲下站台认输 都办不到了 助手 小子 牧羊是我牧家的爵士天骄 你敢杀他 你也要陪葬 站台外 有牧家的强者大吼 声嘶力竭 牧羊 是上苍之子 天父盖世 不能死啊 牧家的强者 恨不得亲自杀伤站台 击毙陆明 闭嘴 你们要干预十地会战吗 那中年大帝 冷冷扫了一眼牧家的强者 让牧家的强者脸色难看 乖乖闭嘴了 这中年大帝 可是天命之城霸主势力的人 而且十地会战 是各地的大帝共同商议举办 无人有资格干涉 陆明眼神冷漠 他不向着牧羊走去 够了 此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从陆明后方 传来一声冷漠而又高高在上的声音 一股强大无比的压力 向着陆明压来 陆明感觉 好像后面 有一只蛮荒凶兽盯着他 随时可以爆发必杀一击 陆明缓缓转身 看到一个青年 背负双手 再一步一步 向他走来 圆心 棍盾之子圆心 圆心身材修长 相貌英俊 背负双手 有一种无敌的气概 也确实如此 他在站台行走 如闲庭信步 无人敢对他动手 因为 圆心 被人称为 圆陆年轻一辈 最强的几人之一 极度可怕 圆心 帮我杀了他 帮我杀了这小子 看到圆心 牧羊兴奋的大吼起来 眼中近视杀鸡 圆心没有说话 依然一步一步 缓慢地向着陆明走来 他不乏不快 但每一步踏下 他的气息 就更强几分 陆明眼睛眯起 他在圆心身上 感受到危机感 圆心要动手了 站台四周 许多人眼睛一亮 就连很多老辈人物 都露出感兴趣之色 棍盾之子圆心 威名赫赫 是打出来的威名 极其强大 其他上苍之子 在他面前都要低头 他和命运之子并列 被人称为最强的己人 牧羊和圆心是好友 牧羊受创 圆心出手很正常 那天云麻烦了 对上圆心 他没有机会 希望他能撑到筛选结束吧 不然 一个这样的天交 没有通过筛选 有些可惜 圆心出手 很多人认为 牧名多半不是对手 要败 棍盾之子 我倒要看看 你真实的战力 陆明眼睛眯起 有锋芒闪现 也有战役弥漫 当初在混元宗考核时 他虽然和圆心战过一场 但那时 有诸多条件限制 他们的修为被压在同一水平 就连神通之术 血脉等都被压制了 并不能爆发真实的战力 你想看 那就让你看看 圆心冷傲开口 一步踏出 身体向着陆明冲来 一拳轰出 这一拳 是如太古神山压来 空间呼啸 直接被打穿了 这一拳 极其可怕 一般的一星五地 都难以抵挡 轰 陆明脚步一踏 身体如一条大龙摇摆 强大的肉身力量 全面爆发 胜利涌动 顺着手臂 轰了出去 也是一拳 这一拳 陆明还用出了死亡法则 吞噬法则 和震道法则 两人的拳头 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整座站台 都发出剧烈的轰鸣 虚空不断地抖动 可怕的能量 席卷八方 附近 一些青年被能量一冲 直接大口吐血 被击飞了站台 一些修为极强的天骄 也是脸色大变 身形闪动 避开锋芒 两人身体一颤 接晃了一晃 第一招 没有分出胜负 有点实力 看你能接我几招 原心一招没有击退陆明 脸色未变 他身上 混沌法则弥漫而出 让他的气息 更加破人 空 空 原心双拳不断地轰击而出 一道道全境 如一颗颗隕石一般 向着陆明砸来 死亡之眼 陆明眼中弥漫光辉 一道道光芒 如战冰凤发而出 展向原心的全境 这些光芒 不仅仅只有死亡法则 还有其他法则 两人展开激烈交锋 转眼间 就大战了几十招 难以分出胜负 这原心 果然很强 陆明心中一动 他现在 融合了三种法则 虽然说 他现在死亡法则 吞噬法则的火候 没有达到极限 但三种法则爆发 加上他灵体 胜利 战力非常惊人 却难以奈何的了原心 他发现 原心的肉身 也强大的惊人 比他差不了多少 不过 陆明还有混沌法则 混沌法则 已经是九成九火后 一旦用出混沌法则 与死亡法则融合 两种最强法则融合 威力会急剧暴涨 不过 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 转眼 又是几招过后 两人对轰了 同时后退了几步 你的战力确实很强 可惜 胸围太弱 不是我的对手 大战到现在 原心的眼中 终于露出一丝精光 空 接着 他身上爆发出 一股惊人的气息 气息如汪洋一般浩瀚 仿佛千众巨浪 席卷当空